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子辰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 没事 你怎么在这儿啊 比赛呢 比赛 我继续了 你这个 你快回去 别激动啊 快回去 你给我回去 你别激动 你别激动 我跟你讲 你哥就算现在回去 比赛都已经结束了 子辰 你走开 你给我去 你给我去 我不要再看到了 我对你太失望了 你出去 你去吧 去吧 我在这儿 你出去 你出去 你给我先出去 出去 出去 好了好了 别哭了 你哥他没有错 你想想 你是他唯一的妹妹 今天要换成是我 我也不比赛了 你不知道 这不只是一场比赛 它是我哥全部的人生 你知不知道 为了我的命 哥哥真的拼命地打拳 我每次看到他伤痕累累的回来 你知道我有多心痛吗 哥 你回来了 我炖了碗汤给你喝 想一趟啊 有汤给你喝 想一趟 没事 先过着 今晚比赛的奖金 你的诊费有着落了 怎么这么多钱啊 对手越强 奖金越高了 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不行 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不用去 不用去 这 这都是皮外伤 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别费点事了 这汤啊 我拿你去喝了 哥 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以后不再看医生了 你别当劲了 妹 干嘛呀 别哭了好不好 听哥说 你的命 是我跟咱爸 拼了命从阎王爷那儿潜过来的 老天爷给了你颗天下无敌的幼孤拳 就是为了保护你 保护咱们这个家 如果我能用我的双拳 为我们家带来幸福的话 那 我也很幸福啊 那我也很幸福啊 别想那么多 好好的 哥哥只必我早两分钟出事了 就是因为这两分钟 我就只能当家里的抱负 好不容易我赶上了医学院 我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哥哥可以不用再打全了 但是我又成了哥哥的负担 我不想 我不想 我真的不想 你知不知道 怎么会这么快 好了好了 你干什么呀 你 好了好了 这些我们扑不起 你干什么呀你 你如果真的不想成为负担 你现在就好好躺着 你自己刚刚都说了 你自己刚刚都说了 你好不容易考上了医学院 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你要有个三长两端 你让你哥和你爸怎么办 如果你真的珍惜 你家人为你付出的一切 你就得吃得白白胖胖的 好好活下去 你不要辜负他们 来 来 来 躺下吧 你现在就好好休息 把身体养好 什么都不要想 你听我的 待会儿好一点之后 你就出去 你哥在外面给他道个歉 知道吗 那我先出去了 那我先出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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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